大家好 韩国夜店毒王一人确诊感染连累2000多人 韩国最近疫情有所好转然后娱乐场所开业 就在娱乐场所开业以后 5月9号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首尔地区一个29岁的患者 在确诊之前前往首尔黎泰院地区 多家夜店 这个患者出入的夜店中总计接触过 大约2000余人 那么目前在这个黎泰院夜店活动的人群中已经有 已经排查出来的 有40人确诊感染 其中包括三名韩国军军韩国军队的士兵 确诊的士兵在7号和8号去过这些地区的夜店 因而被传染上疫情 值得注意的是 情况显示这个毒王 这位29岁的这个毒王 造成的传播恐怕不止于此 在所有这段时间出入夜店的接近2000人中 大约有700人可以联系 留下了联系 可以找到700人 另外1300多人呢 没有办法联络 来了夜店然后被传染了就走了 也就是说新增的40名确诊 全部在没有 全部 确定 在没有 这个这个 留下联系方式的1300人之外 700人内 查到了这40人 也就是说这700人现在开始排查 大约排查出的有40人确诊 后续 随着检验结果 后续可能还会增加 但是那1300人 是没有联系到的 也就没有办法排查 你就想想 如果按照这个比率700人排查出有大约现在有40人 那么也就是说那1300人中大概还 还可能有 有多少 有接近 80人 7、80人 那也就是说这个有7、80个 10个传染源在韩国社会 不知道在哪 就在韩国这个 世界上 在韩国这个城市里边来回 自由的移动 找不到 所以你说恐怖恐怖七八十个 如果每个人再去传染 再去传染一个 一个变俩 俩变四 四 四个变拔个 拔个变16个 我的妈 那是几何 几何数的这个增长 那简直 韩国要封掉了 韩国军队确诊的三名病例中 有两人去过夜店 韩国军队三个人确诊 有两人 是在那个离泰院那个夜店 那看来这个这个夜店确实啊 你看 去过夜店都知道 封闭场所 那肯定啊 黑灯下火 戴着口罩蹦迪 也不是 肯定什么都不带 有的抽烟有的喝酒 有的这个 互相之间 主要用嘴交往 所以呢 通过这个口鼻 传染 我觉得这个 概率太高了 因此 这个韩国 这个夜店 传染率这么高 不能排除 有更多的韩国士兵 被传染 因为自己啊 这位去夜店玩乐的这个同志 而被感染的可能性 让这个韩国 已经啊 呈现出 就是 乐观的态势 现在出现了在韩国 变得更加复杂 这个这个这个新闻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本来已经见到曙光了 韩国社会已经 怎么说呢 准备解封了 是吧我们韩国战胜疫情了 准备要宣布胜利了 那么 这个离太院这个事件 让整个韩国 又进 又什么又崩溃了 又返回到之前那种情况 我刚才讲了 1300人 大约 按现在的比例 大约有 七八十人 不知道在社会什么地方 不知道在韩国社会什么地方 在游荡 你说你如果你在韩国 你在这个 韩国首尔 你还不害怕 你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游荡 那么如果你不戴口罩 他也不戴口罩 或者是 他也不注意 那就会大面积传染 所以这就是韩国现在 疫情一下子严重的 不知道在哪 目前韩国军方紧急隔离了20名军人 这些军人和确诊的患者有着密切接触 但是否有更多的军方人员受到疫情影响 还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认的是 此次夜店感染事件令韩国军方也更加紧张 出于 这个多发事件发生的反应 韩国方面宣布动用一切资源遏制病毒继续传播 并立即全力联系那些密切接触者 同时 韩国再次收紧对全国娱乐业的管控 那么 宣布下令全国娱乐设施暂停营业避免再一次出现类似事件 虽然事情已经发生 但是亡羊补牢 显然有 是有必要 那么 韩国这次 可能给韩国 这个疫情啊 会出现一波小高潮 小100人在外面 这个游荡 如果这100人如果都能涨出来 马上控制住 韩国的疫情可能会 能控制一下 如果这100多人控制不住啊 就这么让他在社会上那么晃悠 也不注意自己的保护啊 在韩国的人我觉得你们自己得想一想了现在啊 离泰院这个事 小100多人呢 现在 现在我 按照比例来说有100多人 我觉得他不止100 1300人有可能都感染了 都没准了 所以你想想韩国现在这个社会上 病毒大处到处在游荡 有一些高峰可能要出现啊 韩国可能后续啊 这个 疫情的高峰可能有个小高潮 那么韩国这个夜店啊夜生活还有韩国这个经济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咱们再观察 韩国本来也是希望这个 就这个疫情赶紧赶紧解封然后大家可以出来活动 然后经济呢能增长 但是现在看来啊这个 这个疫情啊 这个病毒啊不那么简单啊 现在看 这个病都不那么简单啊 嗯 我呢 还是给在韩国的所有的中国人提个醒啊 千万不要看韩国新闻里说啊 咱们疫情好了 就放松了 你不戴口罩 你这个口罩可能是你最后的底线 可能就你一生啊 这口罩 这口罩你一定要戴住 戴住 特别是这种人员聚集的场所尽量别去 还是尽量别去 这不就是吗 你看看 上千人就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就这么得了 没地方找 所以有时候说韩国的这次疫情啊管理的非常好呢 为什么到最后最后的把这个事给办砸了 我很难理解 如果他管理的好啊 应该管到最后 刚开始做的挺好 到处筛选 那也就是说韩国之前做的有漏洞 漏洞漏到社会上 漏到社会上 这也就 大面积传染开了 所以也不能说韩国做的完全就没有漏洞 对吧 还是希望在韩国的咱们华人吧 如果能看到我这个视频 多个心眼 别韩国人忽悠忽悠说没事 去了 你也跟着去了 还是 我觉得 我告诉大家 这次疫情可能啊 多则 三年 少则 一两年 你就记住了 这段时间之内 都得加小心 相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